今天宇航一般到了比赛的第四节 当球队变成单外圆配置之后 往往是它爆发的时间段 刘克逊 三尊命中 太关键了 这球终于是自己运着 找到了节奏 本场到现在一共是六分球 中间穿过 发生犯规 山东队的前场边线发球 北京队延误还是非常大 险些失误就回来 三秒钟 劳森二加一打中 其实这是北京的 现在怎么说呢 他们靠着防守 其实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影响 然后也能把比分压制的 让对手也攻不了太多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双外圆的阵容 到了第四节 你就没法再摆了 那时候你还能不能在 得分上跟对手去抗衡 这是一个问号 另外就是 如果山东队攻得更明确一点 可能会给北京队带来 更大的冲击 我们看朱迹熹已经私自犯规了 是 朱熹死犯了 本来内线人员储备就不足 而且内线防守算是比较好的 鸡折 现在也是脚踝扭伤 鸡折好像已经开始恢复训练了 但是什么时候能够上场呢 还是一个未知数 是 而且看起来 小宇的回归时间会更久一点 没错 今天的赛场还是阻着拐杖来的 这球突进去了 这球 防守没有直接攻 莫泰倒地把球抢回来 哇哟 好好好 阿树这是有围体的嫌疑啊 直接一把双臂 把劳森给估在了里边 对 我又想起了昨天晚上那个判法 如果是按照那个判法解释的话 这不 好多比赛 好多球都可以吹围体吗 那要不就是 吹法是有益处的呢 是啊 嗯 给劳森做掩护 点右雨昂出机会 空位的机会 火 真是准确度越来越高啊 嗯哼 上半场压少那个三分球啊 给他的投篮次行星又重塑了一大块了 下半场的手感好多了感觉 嗯 呃 七分的分杀 北冰队呀得得分 你最好先咬住啊 不管怎么让你先咬住 我们看今天山东队整体三分球投的并不好 是 小川用空切的方式得分 嗯 这个是小川擅长的 对还是依赖整体 大范围转移 好球 啊 这球王武汉给的还不错 其实 哎呀 这是给谁的 这个 嗯 这得有一只飞禽一般的 这个大卫元 咱可能才能接下这个球啊 敏仁导跟郭维胜坐在一块啊 嗯 敏仁导还是坐在自己习惯的位置 毕竟是总教练之职 嗯 郭维胜呢 是雅尼斯坐哪 他就坐旁边坐哪 嗯 哦呦 好球 好脚步 又救回来 再给好球 哎呦 这球啊 没吹 有事得接触啊 哈龙这个球 就得不错 小川 给到了 加斯汀 哈密尔顿扣篮 山东快发球 是 多打手 哎 这球 接好了 连续由 这个外员们啊 连续做出了这个 让人惊叹动作 但是呢 没有取得效果啊 哎 王尔恒上篮 嗯 王尔恒下面的 冲击力保持的 还是可以的 嗯 但是手感下降 有点多 是 穿得漂亮 好穿球 哎 这个球 小川可惜了